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有請蔣部長 江委員長 部長長 謝謝 我想,我等一下的問題,雖然跟學校連... 不管是國家也好,高校也好,工業也好,私立學校也好,好像都沒有關係 事實上,確實有很大的連帶的關係 只是因為後面的結果 謝謝 因為從主計處的統計資料,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 2011年,2011年 我們高中職的畢業生,94%通通都進大專院校 對,升學是現在多數的這個情況 然後再來看到我們的失業率 15歲到20歲,25歲到29歲的失業率不斷地在增加 對 不但在增加,而且失業的期限 從25週到52週 這段時間的人數也不斷地在增加,在拉長 是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高中高職的教育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對,現在工需的失衡 確實是如委員剛剛講的分析 我想我同意了 所以工端虛端這邊都需要來做努力 都要讓他更好 我們在台灣現在變成高學歷高失業率 對不對 對 因為 94%的高中職的畢業生通通通進大學了吧 對,是 所以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生 所以高學歷反而是高失業率 可是剛好跟歐美國家相反 歐美國家是低學歷高失業率 高學歷低失業率 其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一塊我想我們可以當進一步談 我也了解 其實有一些美國家 其實高學歷也基本 失業率也是蠻高的 因為高中職也好 我們學生將來未來的就是 主要的是 就進大學 可是進大學以後 我們現在又發現到 我們最近媒體中也搶到過 搶救失落的下一代的報導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失業率高 是 薪水低 這個學用落差 這個延避的學生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就像我們今年 我再我記得在上百年 我關於延避的問題 也跟部長有請教過 對不對 現在 在最新的統計 今年比去年的延避生 又多了一千五百個人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已經達到五點五萬人了 五萬四千人了 五萬四千人了 五萬四千人 所以佔了整個大學畢業生的百分之四 以上了 也就是說 一百個學生裡面 就有四個造成延避 其實其實 對 如果這是從全部的 如果你用當年來算的話 其實是會更 數字更高 十幾%了 對啊 所以百分之四還不是一個最精準的數量 對 從你教育部給我的資料 對 以當年度來算 對 以整個來講的話 你沒有算一二三年級嗎 對 沒有錯 以當年度畢業的學生來講 剛才委員的數字可以四 所以可以四的話就是二十幾萬了 對 就是我上個會期的時候也質詢過的這些問題 所以種種的這些問題 都產生了一個整體的現象 就是我們國家的青年政策到底有沒有 是 親父會 過去親父會 是講 這個職能的問題 是 講到 職涯發展 生涯發展 相關的 或者國際的學習的經驗 我們教育部 就講到宗教的問題 講到高教的問題 是 對不對 那現在 親父會 併到教育部了以後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從 進幼稚園開始 其實從幼兒園兩歲 兩歲開始 大學畢業 到青年的就業 施壓發展 全部都歸教育部 是 那在這種情況下 教育部 有沒有針對青年的政策 來做一動 我們 我們其實必須積極的來看待這個問題 過去當然是跨部會要做協商 要來做處理 可是現在其實我已經具體的交代 未來青年署跟我們的高教 跟我們的記者 各個私處之間的這個互動 要先建構這個 成像的這個溝通的機制 那當然我想我們現在正在 林選新的這個署長 未來產生以後 我想我們會跟他有 有具體的溝通 看看未來的台灣的青年政策 應該要很明確的 要有所作為 那跟跟教育體系之間的 互動 可以未來會更密切 所以我相信未來會做得更好 因為剛才您談到的那幾塊 不管是職涯的 或者國際學習的 或這一些面向 其實它是還是比較 相對的 我想我們會擴大 會放得更寬來看 而且跟高教的發展 跟技職的發展 這些應該會做比較緊密的結合 未來 我想十二年國教 我們不能只光看十二年國教 是 因為剛剛講過了 百分之九十四的學生 都進大專院校 對 所以十二年國教 要跟高教 要跟技職 十二年國教是打底 要結合在一起 十二年國教是打底 它還是一個底 這個底打好了 當年就比較有機會 一定是要整個來看 是 不能光看十二年國教的問題 是 我是不是跟委員講 一小一小段 我們其實就有一個 人才培育的這個專案的小組 其實也在進行 它就是分K-12跟高教 分技職分國際的 所以其實這四個小組 其實也都具體的都在做 很快的我想我們報告出來 而且實施的方案 都會跟著一起出來 到時候在委員會這邊 也許有進一步再跟您報告 謝謝 我想大家談到這個就業 就會談到技職 是 你有沒有一技之長 是 對不對 所以技職的體系來講的話 如何強化技職體系 是 如何能夠強化高教的課程 是 我想這也是未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是 所以我們最近 我前幾天也提到過 媒體也登到過 對不對 餐飲科的人 學生出來以後 不會餐飲 不會燒菜 對不對 這個化妝品系的學生 不會化妝 對不對 汽車 修 汽車的不會修汽車 大家都是研究發展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大學的技職體系 跟一般的研究型的大學 普通大學 我們到底在政策上 要不要把它分開 還是要把它合在一起 來討論 其實我想我們其實是分開來的 我們其實本來就是用競爭性的經費 要導引各個學校發展自己的特色 我們有研究型大學 有教學為主的 有比較科技類的 或者是技職體系的這樣的發展 那這個其實在宏觀規劃 教育規劃委員會 其實已經做了 也做出了適當的建議 我想我們會更 更努力的 讓這樣子的發展 讓大學的這個分類更明確 我不會指定你說你是哪一類 可是我想各個學校根據自己 確實發展的特色 應該對自己有一定定位的思考 我們從資源的投入 讓它每一塊裡面的資源的投入 都合適的 不至於大家都想成為同一類的學校 這個是很關鍵的 您那天也特別問了一些 校長們評鑑的事情 我想我們也具體看到了 就是說 學校一定要有自己的定位 分類清楚了 它自己的定位可以更清楚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資源再投入 讓它以它的特色發展作為考量 那這個是一定有差異的 論文的發表 我特別也願意說了 其實大家現在都一直在 都一直講SCI 其實那個還是很重要 它不是不重要 只是說大家如果把它當作唯一指標 天天去講 其實就很嚴重了 SCI重要 可是它不是全部 其實還是非常重要 如果把它變成全部 對 就問題了 那就一篇概全了 那是不理想的了 那現在想請教一下部長 是 技职學校 我們現在163所大學 162所 162大學 對 技职學校有多少 我們技职有90幾所 對 在一半以上 有50幾90幾 對 技职學校的失資的任用 是用什麼法 技职學校失資的任用 現在跟你說 我沒聽清楚您的問題 失資的任用 失資的比例 教授 副教授助理 教授的這個整體的結構 對 到底是用什麼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是根據這個規範 可是它沒有一定比例的規範 還有沒有大學法 當然大學法也是跟這個相關 對 那我們的這個課程的結構 評鑑的辦法 是不是也是用大學法 以及高校評鑑的 統一的法令 教師評鑑是根據大學法的規範來做的 對 我們現在沒有沒有 我們基本 對 所以我們的 技职體系的學校 還是用一般的大學法 所以技职體系的課程安排 失資的任用 所有的評鑑 所有的規範 都要用大學法 其實大學法 大學法主要是以一般的研究型的大學 普通大學為主 而不是針對技职體系的學校 去做它特有的相關的規定 它應該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所有的大學的規範 我們是不是可以制定一個技術級 技術級職業學校院法 好 這個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委員大概也了解 我們現在正在規範要推動 機制再造二馬 對 這樣子的規劃 在這裡面對一些相關法規的規範 相關的作為 我們其實是有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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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草案大概在明年9月會出來 也在思考這方面的整個調整相關的 法規的配套跟作為上 也有 也有一個分項 其實就是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技職應該跟一般的大學不一樣 高中高職也應該是不一樣才對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今天一個技職體系 全台灣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在技職院校 是 技職院校也超過一半以上 我們既然沒有一個技職體系的專法 我覺得應該從高職 高職包括技職大學院校 應該有一個技職體系的專法 跟一般的普通大學 普通的高中研究型的大學 做一個區隔 我想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真正落實技職的 我想當然現在透過私校法 透過幾個法 有 不過我想我說大方這樣 你這個法律都是一個概括性的 都是以普通高中為主 並沒有以技職體系的為主 所以我剛剛講過 能不能推動一個技術 及職業學校的院校法 然後從高中高職 從高職一直到大學 到技職體系的研究所 整個一系列的來推動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有因素 不一樣嘛 是 對不對 我們講講過嘛 因為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 評鑑的方式 至少 我們應該把 普通大學跟技職體系的學生 把它做一個區隔 部長 這個這個法 對我想這樣子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 現在現在部裡面 現在把以前中辦 跟技職技職師之間的功能 已經重整了 未來整個技職的 從政策 從各方面 其實是一元的方式來做 讓它是連貫的 這個已經 已經開始做這個努力 組織在照後 這個事情已經開始發生了 至於您剛才談到的 進一步要讓有一個 技職相關的法 完整的法來做規範 我們也已經在 也開始啟動 在朝你 希望明年9月的時候 有機會能夠提出來 可以做進一步的 大家再做進一步的講法 我也是希望 部長能夠在明年9月以前 把它提升 為什麼 因為你103年12年國教 就開始了 對不對 12年國教 你就談到實性教學嘛 你實性教學 有關技職的部分 實性揚才的整個發展 對不對 有關技職的部分 你沒有一個 讓它有一個 一系統 一系列的這個 這個專法的話 你怎麼可以 有什麼辦法要求 你再去實性呢 大家觀念上 我還是要進一般大學 我根本還不要走 技職體系嘛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要配合12年國教 我們也已經在 已經在 已經在 已經在努力了 在做了 就是說我們具體的 希望看到就是技職的 體系的整個的發展 是是合適的 而且是寬廣的 那這個其實有一個專法 來做適當的規範 我想大的方向 我想我們已經在 已經在準備 朝這個方向再做準備 部長還有提到過 你就是說103年到106年 你要針對技職再造200億 對不對 我們從其實今年 這個會不會 明年就開始了 會不會做了一兩年以後 政府財政困難以後 就沒有了 我想我們會是 會不會這樣 當然它是一個滾動的作為了 滾動逐年檢討 可是我希望是說 這一次因為確實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技職的發展 也確實是在一個 危機的情況下 危機當然我覺得 它既然是危機 就是一個轉機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的時刻 我想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 確保這部分的預算 能夠全部到位 而且實實在在來做 所以103年到106年的 預算200億 我們部長一定盡全力來維護它 這個是我想 我想是最優先來維護的 因為你技職院校的 這個再造 才會讓高職的 技職的學生 感覺到未來是有希望的 他是獲得尊重